职场有方圆 规则可不少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欢恩 本周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单字 是transgression 有语举侵犯罪言的意思 以这个题目出发呢 今天的主题会围绕 再跟大家分享2017年 从美国发起的 Me Too Movement 也就是打破性侵沉默的 我也是社会运动 还有它后续回荡的一些效应 所以呢 今天的节目内容会涉及一些 包含像是职场性骚扰 等比较成人 比较严肃 具争议的议题 那当然 虽然一如以往 节目当中 不会刻意 去会声会影的 描述任何具体的过程 可是呢 还是可能会使用一些 比较有争议的措辞 那所以呢 在这边 就要请听众朋友 自行斟酌 对于这一类 比较争议的内容 的接收度 特别是习惯跟孩子 一起收听那些老外教我的事的 听众朋友 建议呢 你们可能可以先听完之后 再决定今天的节目内容 对于您的孩子 是不是适灵 上个周末呢 我难得有机会 在访新加坡剧场 那我身边的外国同事呢 大多对于新国剧场 其实是蛮有成见的啦 特别是那些从英国啊 或者是美国 一居而来的老外 总会觉得自己老家的 纽约百老会啊 或者是West End 就是伦敦西区 这两者呢 堪称是世界艺术中心哦 所有叫得出名字 横扫国际大奖的 舞台剧啊 音乐剧 八九不离十 大概都是由这两个地方 孕育而成的 所以呢 弹丸之地新加坡 哦 在剧场村 又能够有几经两重 怎么可能与之抗衡呢 可是呢 其实呢 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有提到哦 其实新加坡 到底也算是拥有一个 蛮耐人寻味的剧场生态啦 因为地缘关系 所以呢 其实是还蛮能够轻松入列 澳洲各大剧团 大型制作巡演的一个 过境重点啦 所以呢 你今天如果想要看 任何经典的音乐剧啊 比方说像是 狮子王啊 猫啊 歌剧魅影 其实呢 真的用不着跳上飞机 横跨太平洋 在新加坡 其实就有的看了 那又因为新加坡的历史远远哦 所以呢 英国沙光剧团 其实也蛮常受邀来 新加坡演出的啦 今天如果你想要 一睹原汁原味的 沙士比亚大作 在新加坡其实供值 还有需求上面 也算是可以得到满足的 只不过呢 虽然有着是海外的巡演 可是可能也因为不是 在地的剧团表演 所以呢 在演出的这个 时期哦 或是围棋 这个长度当然是不能够 跟伦敦还有纽约相比的 如果你今天刚好 这个周末另外有安排了 你错过了 剧团的表演就是错过了 接下来可能就要等好一阵子 才能够再来欣赏 这些表演 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 这些所谓比较著名 比较有国际知名度的剧作 其实已经被外来的剧团占据了 以至于新加坡本土的剧团 求生存的蓝海攻略 就是必须要去说 到底的新国故事 要优先把属于新加坡人的故事 搬上舞台 不要去跟老外们凑人 然后去抢着改编 或者是演出那些 比较知名 比较受瞩目的西方剧本哦 也正因为如此呢 所以呢 特别让新国的剧场 与众不同 最内行的新国剧场粉丝都知道 今天如果你想要不露拍的 欣赏好制作 那你必须要追的是剧团哦 要等于是追踪剧团的年度计划 他们的动向才不会错过好的作品 而其中一个新加坡非常受欢迎的剧团 推出了四部年度大戏 那其中三部大多的定调 其实是比较幽默 会写的喜剧剧情片 唯独我上个周末看了这一部 完全走的是一个非常严肃 非常沉重的剧情片的路线哦 这部剧的英文剧名就叫做 This is what happens to pretty girls 翻译过来呢 就是这就是漂亮女孩的下场 是一出加上15分钟的中场休息 几乎片长180分钟的长篇舞台剧哦 剧情以三支看起来 完全不相干的故事线开展 一个貌似玩世不公 说话没有任何分寸的 新创科技公司创办人 面试一位女性工程师 一个念叨大三 忽然出现在英文系 女教授的办公室当中 要跟对方商量 她的转系计划的法律系学生 以及一个知名广播节目主持人 和她积极参与照会服饰的 这个研究女权文学的教授太太 This is what happens to pretty girls 是一出充满雄心壮志的舞台剧哦 一开始所铺陈的这三条 至终会缠叠交错的故事线 基本上呢就是 企图要用剧场说故事的方式 来将已经震荡成仇两年多的 me too movement 也就是性骚扰 或者是性侵害受害者 打破沉默 勇敢站出来 举证揭发 甚至是当众对峙 杂害人的这个社会潮流 将这个往往是难以启齿的 社会议题 搬上新加坡 一直以来是相对保守 宁可回避争议 为了保持这个其实是比较 傻小的社会舆论舞台哦 那这个舞台剧其实目的并不是 要来替观众提出任何的解答 也不是想要选边站 或者是企图去妖魔化 或是原性化 嫁害者 更没有检讨受害人的意图 完全并不是想要教育观众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来思考 这样的一个争议题目哦 This is what happens to pretty girls 这一出舞台剧 唯一的目的 其实非常的单纯 就只是想要竭尽所能地 呈现给观众 这样的事情 之所以集聚争议 无非是因为很多时候 在我们认定的黑白之间 其实是存在着许多道理不清的灰 对于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 绝对或者是显而易见 却也是在这样的议题上头 最挑战我们对于一个人的 底线的认知 他的要或者是不要 他的敢为和不敢为的底线 他的自律自治跟强取豪夺的底线 以及一个人宽容放下 还有制裁到底的底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节目主持人 宽恩 最近的新加坡 备受关注的一条热门新闻 就是国立新加坡大学 有一名女学生 在宿舍洗澡的时候 被一个男同学全程用手机偷拍录影 女学生发现之后跟校方反应 学校表示按照校规良好求条款 也就是类似伎俩大过 才会面临严格处分的宽容政策 所以针对这个偷拍的男同学 以停学一学期的方式处分 另外要求这个男生接受强制性的心理辅导 并且要他书面向女大生致歉 而警方也没有起诉他 反而是依据男同学有展现回忆 并且相信他表现出高度改过自信的决心 所以仅仅给予了一个为期12个月的 有条件式的警告 意思就是只要这位男生 他在12个月之间有任何的过犯或者是再犯 那么警方得以保留法律追溯权 可以连带要他为这起偷拍案负上刑事责任 女大生极度不满校方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的相怨 于是就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公开了 这段经历以及男同学的姓名 这个举动却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有很多正义的乡民权力声援这个女大生 表示国立新加坡大学从宽处理的选择 未免太过草率了 不但没能够伸张正义 甚至让所有的女学生都不得不存疑 学校根本没有任何的诚意 想要尽到保护女学生在校内人身安全的责任 而学校所谓的二好球条款也让人没有办法接受 这么一个条款被搬上台面 难保不会被有心人士利用 想说好啊反正我有两次机会嘛 所以不管我所犯下的过错有多么令人发指 只要我是出犯 那我就可以轻松过关啊 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这样存心滥用校方宽容的漏洞 学校难道没有责任调整校规做个案处理吗 可是也有正义的乡名转儿 踏伐这位女大生 表示她这样子在网路上头公开 那位偷拍男同学的姓名 不就是断送了人家的前程吗 这个男生不过就是一时糊涂嘛 这不应该成为他一辈子都必须要背负的十字架 许多人也挖出了四年前类似的偷拍案件 同样是二十多岁出头的男性 在学生宿舍偷拍了女同学洗澡的画面 可是呢 在2015年这个个案当中 偷窥狂被处理十个月的刑期 相较之下 今天好像还真是罚网恢恢呢 新加坡大学这些偷拍案的肇事者 真的是逃过一大劫哦 完全没有服刑的责任需要承担 但是警方表示 这两起案件不能够相提并论啊 因为四年前的那一个案子 加害人是垒犯 有许多类似的前科 所以呢 才处以刑刑 警方表示呢 在判断陈处轻重的时候 上来都有很多的考量的 包括嫌疑人再犯的可能 以及预防还有感化的作用 那事发之后呢 这一等网络商民不免俗的 就开始诉诸网络霸凌 想要亲自来制裁 这位偷拍女生洗澡的男大生 恐吓威胁是不断哦 甚至不惜散布各种不实谣言 包括警方之所以这么好说话 给这个男生一个警告 就曹曹了事 是因为这个男同学后台够硬 家庭背景很照 才让他免于了牢狱之灾 到最后就连那位被偷拍的女大生 都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 希望网络商民 能够还给这个家庭同学一个亲近 虽然他自己 也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原谅这个男生 甚至可能也没有办法面对他 可是他还是不希望 这个男同学遭遇网络霸凌 可是这却忍不住 就会让人质疑起来 这位女大生是不是有点太过天真了呢 这难道不是一个他可预期的结果吗 就算当初他诉诸社群媒体揭发这整件事情 初衷是为了要让大家更多瞩目 他所面临的不公益 说不定呢 不只是国内新加坡大学 也能够让所有其他的大专院校 因此重新来检讨校内针对性骚扰 还有性侵害案件的处理方式 可是一旦你打开了网络舆论这么一个潘朵拉的盒子 你势必就要做好 这一切将会像滚雪球一般 完全超过自己任何掌握的心理准备吗 舆论压力所能够带来的改变 不一定保证那就是正义的伸张 你开放一切让任何人都能够来品头论足 其实表示着大家对于何谓正义 应该如何来伸张正义 都可以自己各自解读 借助社会舆论替自己发声的同时 其实也意味着你间接选择了分享 转让了你的话语权 接下来这个社会风向球会怎么吹 已经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这也正是为什么要心骚扰 或者是性侵害的受害者站出来 公开揭发自己的加害人 是如此难上加难的一件事情 MeToo Movement的趋势 是从好莱坞延烧到科技产业政治圈 如今横跨了半个地球 也在两性权力极为不对点的印度 还有韩国落地生根发酵 许多的政治人物 演艺圈还有知名制片导演 甚至是艺人媒体圈的巨拨 科技产业的高阶主管 都因为这起社会运动 而在美光灯沙被大众检视 唾弃 然后与之驱逐 虽然性侵害和性操扰的受害者 并不只有女性 但是站出来表示 我也是MeToo的受害人 还是以女性为大宗 以至于现在很多位高权重的男性 真的是静若寒蝉哦 在性骚扰还有性侵害的指控 基本上好像完全没有任何追溯其限的情况之下 很多男人甚至是哀叹着 这简直是猎物的行为 让他们是如履薄冰 当然会将这一切 这整个MeToo movement 是为困扰的男性 其实也间接透露了 他们对于男女之间何谓守奋计 不与举的互动 有一些可疑的观点和态度 MeToo movement起飞之后呢 新闻版面虽然尽责的 揭发了那些滥用他们的身份地位 还有诠释对女性是予取予求的男性 让他们哥哥见光死 可是好像很少去报道 在伤害已经造成之后 加害人该如何自处 而被害人除了时间之外 究竟还需要什么才能够走出阴霾 好像并不是只是得到加害者的真诚道歉 就能如此轻易地将一切一笔勾销 这样的简单 前几年呢 好莱坞有位电视编剧还有制片 在自己的网路广播节目当中告解了 自己差不多在十年前 在自己当时还算是颇有名气的一处电视影集 还在安党在线上的时候 曾经以自己是电视影集的主导 编剧团队主管的身份 长期性骚扰了旗下一位 初出茅庐的年轻女编剧 其实整个事情的发展 可以说是完全可预料的老梗 这位电视制片作为人家的上司 虽然自己已经有女友了 却还是远不住喜欢上了自己的下属 但是当时她却没有那个胆 坦白自己的感觉 因此选择以最窝囊最不负责任的方式 把处理这个感情的责任 转嫁到这个年轻女编剧 甚至是到她自己女友的身上 这个电视制片 开始读后 这位女编剧 在讨论剧情过程当中 总是以这个女生的想法 或者是她写的梗为优先 言语上呢 也时不时有一些 不合适很不妥的赞美 甚至根本就是当众调戏对方 电视制片偏心的行为 所有其他编剧都看在眼里 也会转而调侃这位年轻的女编剧 这位年轻女孩多次向这个主管反映 就是这个电视制片 告诉她说 她这样子偏颇的独爱 已经造成了女编剧的困扰 特别让她难以判断 她今天所写的剧情跟少典 之所以会被采纳 到底是因为她的作品 是编剧群当中品质最好的 还是只是因为老板偏心 可是即便女编剧 都已经如此清楚地 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这个电视制片 这个老板仍然是执迷不悟 在跟自己女友分手之后 更加坦荡而毫无保留地 开始追求这个年轻女编剧 甚至最后终于鼓起勇气 跟对方告白 女编剧再一次地 陈述自己的立场 表示制片的行为 让她感到困扰 也会对她作为编剧的发展 有所阻碍 让她永远都会自我质疑 自己的这些机运 到底是凭实力争取来的 还是靠关系 靠老板对于她不单纯的厚爱眼光 被女编剧拒绝电视制片 恼羞承怒哦 欣赏 好啊 你进酒不吃吃罚酒嘛 你想要得到公平待遇是不是 OK啊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对待一般般的编剧 电视制片开始口出恶言 虽然知道自己身为主管 不但掌握了这位年轻女编剧 当下生计的身杀大权 更拥有拆毁她的自信 还有虔诚 或者是好好提惜后辈的权利 可是即便如此 这个电视制片 却毫无保留的长期滥用 她这样子的莫大的权势 恶劣 有毒的职场关系 就这样子维持了两年之久 这个电视制片 在她的广播节目上头 提到了这一段告捷 以及后续的公开致见 无一之间传到了 当年那个年轻女编剧的耳中 虽然那是发生多年前的事情 这位女编剧如今 也已经是自己编制的 电视影集的执行制片 与当年的主管 也就是那位电视制片 在吴瓜葛 可是那个时候的遭遇 两年之间的煎熬 折磨 却仍然历历在目 女编剧自己是从来没有奢望 能够从这位制片里得到任何的了结 却在这个时候听到她的告解 还有道歉 对方第一次这么诚实的告白 自己之所以在那个时候 能够做出那些事情 无非是因为自己选择性的停止思考 自己是明知故犯 自己很知道 她滥用着她的诠释 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 加诸于男性下属 同等的不专业和轻挑 完全是冲着这个年轻女编剧 是女生而来的 这个女编剧从来也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会原谅这个电视制片 但是呢 是因为对方这一次的公开道歉 她竟然从她加害人身上 得到了在这一段创伤当中 她最需要 却也是最难以开口 甚至是最不知道 能够从何而来的一个了解 一个句号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盟网 台北Bravo FM9.3 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制作播出 本周单词 Transgression 有语举 罪言 越雷池 侵犯的意思 这题发挥呢 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MeToo Movement的一些后续效应 MeToo Movement就是2017年 好莱坞发起的一系列 女明星站出来指控 美国娱乐圈金牌制片 私底下各种滥用权力 骚扰为所欲为 逼迫合作女艺人就范的 丑陋行为 本期内容呢 因为涉及一些成人的议题 所以呢还要请喜欢跟小朋友一起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斟酌一下 今天的内容 对于你的孩子而言 是不是适宁 我在上个周末欣赏的舞台剧 This is what happens to pretty girls 是新加坡本土剧团 自制自编的作品 由三条看似完全不相干的故事线 在舞台上串起了一宗一宗关于性侵害 还有性骚扰的故事 其中一个故事线围绕着是一段变调的世生关系 法律系的大三男生前程刺警 却对法律深厌 在无意间旁听了一堂英文系的课的时候 深深受到了女教授的吸引 决定转系 女教授虽然也很欣赏男同学精湛的文笔 还有她对于文学解析的深度观点 可是呢却不愿意男同学如此轻易的 就将到手的法学学位契如必喜 于是好言相寸 如果男同学乖乖完成仅深一言的本科学分 那么英文系的这个女教授愿意私下为她点评 男生写的任何文章作品 男生年纪轻轻哦 却色胆包天 见女教授并不排斥跟自己私下单独见面 一起聊文学 于是呢开始在言语在用词上头挑战女教授的底线 对于男同学在言语上大胆的吃自己的豆腐 女教授虽然偶尔制止 可是她措手不及的面红耳赤 似乎也不小心透露了 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喜欢男生在言语上的轻浮 于是呢男学生终于鼓起勇气向女教授告白 女教授多少还是有一些些为人实表的分寸哦 虽然她也不会言 让男生坦白 自己确实已经动心了 可是碍于师生的关系 即便他们并不是同一科系的师生 按照学校规章也不合适发展任何的感情 于是呢就跟男同学商量好 在他毕业之前 两人还是不要见面好了 只要忍耐撑过两个学期 有情人定能忠诚眷属的 可是无奈男同学 邪气方刚哦 把持不住对女教授的感情 某天深夜 借女教授的办公室登未席 女教授在加班当中 一如往常录制她的语音被忘录 听到男同学的声音 他多次严厉的拒绝见面 可是男生却不管三期二十一 还是强行闯入了教授办公室 女教授立场违改 仍然严严表示 在他俩仍有失声关系的情况之下 一切免谈 可是男同学怎样都听不下去 自己满腔的情感还有需求 得不到他想要的回应 却也不知如何生谢 干脆直接动手 将女教授压制住 不管女教授是如何 深思历劫的反抗制止 男生都无动于衷 已经沦陷 被逼得毫无退路的女教授 只好假装顺服 趁势攻击男生的要害 这才有机会仓皇逃离现场 而剧情的另一边 是女教授的妹妹 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得到了当红 新创科技公司的工作面试邀约 却对新创公司执行长 对而郎当一副玩世 不公的样子 看到恶心 认定这间公司 应该是上梁不振下梁歪 公司文化肯定一如 这个执行长一般 就是大男人主义 女性员工 注定吃鳖 不可能出头 只不过呢 在面试结束之后呢 巧遇了这间公司的一位工程师 被他说服 接受了这份工作 这位男工程师 后来也就成为了 妹妹的顶头组长 两个人特别聊得来 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某晚在公司庆功宴上 这个组长邀请妹妹 回到自己的住处 续摊 妹妹欣赏 不过就是喝一杯嘛 应该无妨 就这样子跟着组长 回到对方家中 两个人其实 互生好感 彼此都有点围醺 于是呢 就这样子开始亲热起来 可是妹妹呢 并没有做好准备 要在当晚 有任何超过永稳的发展 因此呢 多次阻挠了 组长热情的攻势 组长见自己的正面攻击 一直被挡下来 被化解 可是 还是 需要 宣解 自己 高涨的欲望 于是就顺势 要妹妹 以其他的方式 化解自己 叙事待发的欲望 妹妹在一个半推半旧的情况下 也就顺了组长的意 可是事后却感到特别的肮脏恶心 冲进厕所 久久都没有办法洗刷掉 自己被侵犯的屈辱 因此奋而离开 组长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认定当晚的种种 是两人情同意合的结果啊 可是 如今妹妹在公司 却对她冷言冷语 不回她的讯息 她伸手碰妹妹的肩膀 或者是脖子 对方竟然像触电一样弹开 而且严严警告她 不要再对自己动手动脚 妹妹是不堪其扰哦 觉得这个组长 已经在骚扰她 讲明白了 就是拒绝要跟这个组长 私底下有任何的往来 只想要就事 论事 保持同事专业关系就好 组长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于是呢 恼羞成怒的 将各种强人所难专案死线 加诸在这个妹妹工程师的身上 表示 你要就事论事 我们就来就事论事啊 妹妹终于忍无可忍 一撞告上了人力资源 提出了组长 对她性骚扰的控诉 这支舞台剧 在上半场的时候 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铺成了三条故事线 大学生还有英文系女教授 注定在还没有开始 就不可能会有好下场的情感纠葛 还有上司和下属 在酒精作用下 回家续谈的错误决定 以及放荡不羁 把开黄昌 当作是男人本色的科技公司创办人 以上 这一切 根本好像是直接截取了 这两年来的新闻头条 显得劳梗 而了无心意 就好像连诈的言情小说一样 很落入俗套的 去设定了一个大总裁 跟小秘书那种显而易见的 权力不对等的情境 可是当观众像我一样 在开演之后没隔多久 就萌生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本身似乎就已经揭发了 我们的社会对于性侵害 还有性骚扰所发生的条件 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倦怠感 对于这些情境的设定 不但没有警觉 权力失衡 在这一类犯罪行为当中 所扮演的重要条件 反而好像已经被 新闻媒体的大肆报道 顿化了我们的知觉和感官 被训练成 会把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 发生的处境 看成不过是一个乏味 甚至是有一点偷懒的剧情设定 好像当我们看到性侵害 还有性骚扰的新闻案件的时候 我们已经无感了 会觉得今天你口味如果不够重 或是你不知道换点口味的话 这样子的新闻好像连花边 娱乐新闻的价值都没有似的 我们完全抱着是一个凑热闹 看好戏的旁观者心态 在解读了解这一类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 可是当舞台剧进入到下半场之后 三条故事线 一个接着一个引爆 将剧中主角的情绪 跟台下观众的成见 一一炸得焚身碎骨 科技新创公司的执行长 在接受知名广播主持人访问的时候 竟然脱稿演出 然后当众娓娓道来 原来自己当年还在中学的时候 某天上厕所的时候 曾经被篮球队队长侵犯 而那位备受众人爱戴崇拜的篮球队长 正是如今访问自己的广播主持人 而主持人的儿子 竟然就是那个性侵了英文系女教授大学生 广播主持人的妻子 在同一天得知了自己丈夫 过往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儿子 竟然也做出了跟老爸一样卑劣的追行 顿时让这位本身在学术界 专攻女权文学 婆有成就跟地位的妈妈是感到天崩地裂 和丈夫还有儿子对职 丈夫变称 那不过就是年少无知的霸凌往事嘛 怎么会知道会被人家记恨一辈子 会造成人家心里的阴影一辈子 这下可好了 当年年幼无知年少轻狂的往事 如今有可能会断送自己的前程 而面对自己的儿子 变称自己跟女教授那是两情相悦 哪里是性侵呢 妈妈好说歹说 终于儿子坦诚 自己确实是在女教授 反抗之下强行占有了对方 做妈妈的彻底薪髓 自责之余 却仍然爱子心切嘛 唯恐女教授会提高 因此严严告解儿子 要断绝跟女教授任何的往来 就是害怕后续任何的通讯记录 可能会变成成堂证据 可是又不忍心 儿子继续活在懊悔当中 却没有一个出口 因此独自去拜访了 英文系的女教授 却怎么样也没有想到 女教授一直以来 都是自己死中的支持者 不但熟知这位妈妈 学术上的卓越研究 甚至还买过对方的签名书 在得知自己崇拜多年的学者 竟然就是那一位 性侵自己的加害人的妈妈 英文系女教授态度 瞬间涨到冰点 一语就戳破了 这位妈妈不请自来道歉 其实只是自私的 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想让儿子好过 想要确保女教授 不会提高 而女教授的妹妹 也在向人资举报 组长性骚扰之后 得到了自己想要 跟意料不到的结果 公司执行长 因为自己中学时候 性侵畅伤 重新浮上台面 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 竟然发生在公司当中 反应特别的激烈 不可能假装 什么也没发生 她积极处理 这件事情的态度 甚至已经是 濒临情绪化 也因此 在了解事情 来龙去脉的过程当中 套出了 这位女工程师跟组长 曾经在公司庆功宴 那天晚上 发生了关系 人资主管 在拿捏如何公允处置 以及不要把事情 越闹越大之间 也是备受考验 特别还要安抚执行长 越来越高涨的情绪 至终和执行长 一致同意 要求这位组长 自己提出辞职 不直接开除她 是为了给她 保留一点颜面 让她有个台阶下 有一条后路 不至于完全 坏了她的前程 跟后续的发展 可是这个组长的 气急败坏 也是可想而知 不但对于性骚扰 这个女工程师的指控 感到匪夷所思 更不敢相信 自己会因此 而丢掉饭碗 This is what happens to pretty girls 这部舞台剧的结尾 并没有真的 为这三条故事 提出任何具体的结局 女教授 因为有录语音 被忘录的习惯 所以呢 手上其实是握有 自己被性侵的时候 诊断的录音 但她到底会不会 以此作为提告证据 不得而知 让观众自由想象 女教授的妹妹 工程师在组长辞职之后 取而代之 成为了她的团队的小主管 而那位广播主持人 也因为被抖出了 多年前性侵霸凌 男性同学的丑闻 所以被电台割职 这几个角色 在三个小时的剧情发展当中 不断地 持续地 在加害人 在被害者 在根本就是同谋之间 角色不断地在转换啊 这就让我 忍不住检讨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情 会怎么样子被别人解读 会带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往往并不是完全能够被我们预期 或者是控制的 在性侵害 性骚扰 这样子的案件当中 去责怪被害人 是最有自取 太不入流 可是 完全认定加害人 就是无药可救的邪恶 也过分简化 事实的全貌 道歉 不见得能够弥平 被害人所的创伤 可是原谅跟放下 对被害人来说 又更是 谈何容易啊 但就是因为 很多的事情 不可能永远以二分法 简化成黑白对错 所以我们也才更需要 去愿意 在这种如此具真意的题目上头 开启对话 去理解 去体谅 就算一时半刻 不能够完全的谅解 完全的宽恕 可是 至少 能够 明白 当事员 不管是哪一方 都是有一些 无法排解 说不出口的苦衷 当然 最理想的情况 是像在节目刚刚提到的 那个电视制片 还有女编剧 终于在多年之后 好像彼此 都得到了一个释放 都得到了一个 自己想要的据点 可是从事情发生 走到能够 有一个 大家都能够 释怀的结束 这整个过程 真的是 有如天堂路一般的辛苦 今天呢 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 Transgression 内容有一些些的争议 所以特别要谢谢 听众朋友 愿意听到这边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 或者是回馈 想跟我来分享 也欢迎到那些老外 找我的事 脸书上头留言 来跟我分享哦 对了 如果您是用 Apple Podcast 听这一集的话 请帮我评分 五颗星或留言 如果您是用 Castbox Spotify 等App平台收听 也请你帮我分享 给您的朋友 那我们就 下一集再见咯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